阿妮又被掛掉了 听到这句台词大家是不是觉得怀念又熟悉呢 由原作改编并且由动画制作人亲自操刀的RPG 南方四剑客真实之杖终于推出咯 游戏延续原作的前卫风格 人物的对话充滞的种族歧视 宗教歧视等等讽刺现实社会的言论 并且加入了许多现今时事 像是人人都变成低头族 个个都在看手机上Facebook这些新的社会现象 玩家们扮演的角色 是一名刚搬入南方公园的小孩 莫名其妙加入了一群小屁孩的角色扮演游戏 而这场游戏的目的 就是要夺取传说中的神器真实之杖 但是这只是一根树枝啊 光是对话剧情和画面 就很有爆点了对不对 不过游戏当中的战斗也是非常有趣的哦 游戏采用了传统日式回合制RPG的战斗系统 双方阵营的人会轮流出招 一直到一方全面为止 玩家阵营一次最多只能够出场两位角色 除了主角 玩家们能够随意切换阿批 凯子 阿弥 史弹 大头 吉米等人上场 主角一开始就能够选择四个职业 分别是战士 法师 盗贼 和犹太人 什么犹太人也能够当做职业 哈哈 那么当然要选犹太人来玩玩看哦 哇塞没想到犹太人职业的招式 都跟犹太人的习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耶 尤其是这个大绝招割离 天呐 看了就觉得好痛哦 主角的攻击模式主要分为两种 第一是近距离攻击 攻击时要抓准武器发出闪光的瞬间 按下轻攻击或者是重攻击 才算是攻击成功哦 第二是远距离弓箭射击 能够直接攻击后排敌人 当敌人有反击近战的能力时 就需要弓箭来反制 不过要小心有些敌人也会反击弓箭哦 每一把武器的造型都有所不同 连击次数攻击范围的差异性也很大 尤其是还能够为他们附魔 让游戏的战略性又更高了 像是帮武器附加燃烧的话 攻击敌人就能够让他们的头烧起来 每一回合再造成大量的附加伤害呢 其他原作的角色也各自有他们的特色 像是圣骑士大头能够变成假面大头王 用转轮盘来使出随机攻击 公主阿妮能够用皇家之奶色诱敌人 降低他们的攻击能力 更有趣的是阿妮的攻击技能使用失败的话 阿妮还会死掉咧 不过放心阿妮独有的特殊能力 让他在两回合之后会自动复活 哈哈这也太方便了吧 还有还有打着日式RPG的名号 当然也会有召唤咯 原作中的耶稣和黄金先生 都能够让玩家们召唤他们出来作战 不过在游戏当中的一天只能够召唤一次 而且不能够用来打大魔王 真是可惜呢 而所有的召唤兽都要完成支线任务 才能够获得 想办法收集齐全吧 战斗前能够利用一些特殊能力 让一面更大 像是开战前对敌人射击弓箭 如此一来进入战斗之后 那位敌人就会进入晕眩状态 一回合内无法攻击 或者是用陷阱攻击敌人 能够直接让他死亡 这样战斗起来是不是又更容易啦 一段剧情过后才发现 原来我们是龙族的后裔 能够使用龙吼耶 好像在哪里听过 可是这招只是对敌人放屁 哎哟实在太恶心了啦 虽然这款游戏没有在地中文化 让人觉得稍稍有点遗憾 不过光是丰富的游戏性 与无上限恶稿的内容 就让人觉得值回票价了啦 那不是很好 啊啊